金融河沿岸出现了上百只的炉磁 在水面上盘旋 场面相当壮观 哇 绕圈圈耶 第一次看到他们是绕圈圈 他们齐聚一堂 在水中觅食 寻找猎物 每几下子精准地捕捉古锅鱼 大口吞下好不失手 就是在台北市松山长寿桥下 这群捕鱼大师今年来台过冬 估计超过一千五百只 其实最有趣的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你看其他的鹿蚝鸟类 在旁边看融石进食的时候 他们都傻眼了 所以他们常常会怎么样 他们在旁边等 等被他们融石追赶的鱼 小鱼 尤其是小鱼跳起来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分一杯跟 大体上是这样 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他吞下去的时候是 头顺着喉咙 因为大家知道吴郭玉 他是硬棋的 他背棋是硬的 你不小心会卡住 卡住就会影响他接下来的秘石 他就会死亡 有这种情形发生 所以他很厉害 他就是头顺着喉咙 然后就把他的背棋 本身的把它收起来 他就一口就吞下去 如此来台过冬 成群结队起飞时 紧贴着水面 激起白色浪花 画面相当的壮观 而他们可是潜涌 捕鱼高手 他们在秘石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 尤其是群体秘石的 一个是维旋式的 维旋式事实际上在 台湾比较难看到 因为它通常是发生在海边 刚好是七龙河 大直河段比较宽 新天系也比较宽 所以他很有可能会 维旋式的秘石的画面出来 你看上千只 那个维旋式看起来是很壮观的 如果说你加上了适当的地形 像大直桥 圆山饭店 大家就知道 原来在台北市 竟然有发生这种事情 那很有趣 另外一个就是履带式的 后面会赶到前面 整群这样秘石 其实也蛮壮观的 通常都是在 比较狭窄的水域 像基隆河的七堵 细植 甚至瑞芳 都是比较狭窄 所以常常看到的 这种秘石方式 我们有观察到 就是说他吃鱼 你看他的五国鱼 可能一围有将近四百公克 他一天的食量 差不多平均 差不多五百公克左右 所以他吃一围五国鱼就薄了 但是上游有一些五国鱼 还是比较小 所以说对于五国鱼来讲 基隆河真是他们一个 秘石天堂 有专家在1992年时 发现大约有三四十只的 如此来台 去年数量高达一千五百只 主要是因为基隆河的五国鱼 成了他们的最爱 但是以台湾来讲 像风山水库 根据高雄鸟会的朋友 告诉我说 风山水库因为 它现在也有装设光电板 再加上周围的湿地的范围 也被限缩 所以风山水库 从每一年有三百三千多只 现在可能只剩下几百只 或是几十只 不晓得 这数量不明显 所以说风山水库 这边的范围池数量多 它证明了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 其他环境真的确实有烈化 然后基隆河的水质不错 因为来这边 密室的范围池 不会离开 然后其他环境烈化的范围池 有可能会有一些 就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说 这个情形继继下去 很有可能在两三年内 增加到两三千只 都有可能 我们不排除了 一般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二月 是如此大军 来台的高峰期 也成了暗鸟人士 难得捕捉的奇景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